画面中可以看到警方破门进入一处小房间 里头一男一女全都撒坏 两人眼看没办法逃 只好乖乖配合调查 经过确认现场的太极女子 就是透过网路招客 在做性交易等不法行事 不过警方进一步调查 发现这一头长发外形找好的太极女子 其实是男儿生 一旁嫖客发现对方是男生 更是吓到不敢置信 新北市淡水警方日前在网路上发现 北新路某套房打着大学生小芝麻等噱头来揽客 日前经过埋伏果然破门 逮到人 更发现这名外籍人士是名泰国男子 不过看他的打扮穿着 甚至是五官发型 可以说是完全看不出来 也难怪让嫖客信以为真 而他在去年四月持观光签证入境 透过赖软体私讯招揽寻方客 每次收取新台币两千七百元从事性交易 而警方后续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财法之外 更将这名泰国男子解送移民署专情对收容处置